因為我兩個都無打了 然後是今天的新聞 還好直播沒出去 不然我就要公開跟那個李元傑 好進直播了 好我們第二位來賓是 兵哥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張斯高議員 我剛才講很好笑的事情 還好沒有昂出去 不然這個 洗門風要洗到香港去 洗不完 是剛過年要去哪 沒去哪 過年待在台北 因為之前修會完之後 選舉完之後有出國 所以過年待在台北 過年機票不好買 你現在在出國很難買 有一堆人跟我講說 大陸開放他們可以出來玩之後 出去周邊國家 可能要多注意一下 這到底有沒有影響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沒差 因為你知道其實現在 大家最害怕的BF.7 其實是美國最流行 是喔 聽說編號越高 它的傳染力是強 但是殺傷力是比較低 就是重病率其實很低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過分緊張 那我是覺得 正常應該是如果你很害怕 這個BF.7 因為這樣你要限定中國大陸旅客 那你應該連美國的也要限定 怎麼可以限定美國 我有些朋友是討論 他們過年本來已經買好機票 就是說不要去湊這個過年的熱鬧 因為剛好他們出來各國 可是我聽說他們出來的也沒有很多 一定沒有想到 他們自己也會怕 自己會怕 而且你想到 他們現在很多人過去幾年 也許都沒有回家 或許沒有到香港 可能先自己再回家 對可能自己過年 也許朋友相聚什麼 未必這麼快出來 而且他那個開放出國令 也是迅雷不及掩耳 很多要辦相關東西 也都還沒辦出來 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出門 自己小心就好 我前兩禮拜去日本的經驗 是日本人戴口罩還是蠻多 日本自己戴口罩還是多 因為我有一個很無聊的事 我有時候會去看全世界各地的 觀光景點的即時的直播影像 網路上都找得到 新宿的街頭 然後我就會在那邊看一下 人家新宿的人 比如說台灣11點 他們半夜12點 新宿街頭在幹嘛 我就會看一下 發現他們戴口罩的人真的蠻多 蠻多的 然後你歐洲 歐洲從去年年初 就沒有戴口罩 對啊 沒戴口罩 他們已經一整年都沒有戴口罩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也常看日本的他們那個 街頭 對 街頭那種即時影像 那種 我發現日本大部分都戴口罩沒錯 可是十個戴口罩 至少兩個到三個 戴不標準 就會把鼻子露出來 對 他們幾乎都會露出來 幾乎都會露出來 在戶外行走之後 絕對會露出來 很奇怪 你不知道戴口罩哪會把鼻子露出來 可能因為在外面 在外面想說 台灣現在其實已經開始有人在外面是不戴的了 我就不戴 我就不戴 我在戶外就不戴 兩位是夠帥 沒有 戴著也是埋沒 政府規定可以不戴 我們要符合政府的規定 黨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那民進黨叫你去跳樓咧 我們就 我揮一個副理事 就跳 不過這幾天大家感冒很多人 嗯 亮哥已經第二次感冒 不是確診 是真的感冒 因為天氣變來變去的 我的喉嚨也一直沒有好 一直就是覺得怪怪的 今天中文 謝忍打包 有啊 有啊 我剛剛講謝忍打包 有啊有啊 不如上昂之前 有有有 謝忍打包跟第慈程我都講了 有 有啦 在進上昂之前有講 蘇貞昌說要包禮品 嗯 然後我就說 我知道我知道 蘇貞昌會自己包禮品嗎 幕僚包禮品 對啊 因為我是想說四剛剛剛已經討論完了 他說是包禮品 所以我剛剛講說傳出他第一次程 可能是就會解釋說他是送賀卡 我剛剛的講法是這樣 對 這女人講這個百流水席的事情 這為什麼會在網路上燒起來 就是 我覺得是有人故意操作的 只是我不懂你在爆料公社寫這樣的文章 討論了七天八天 那你獲得的是什麼 是啊我覺得很怪啊 蕭童文懷疑說是業者置入 可是是什麼業者 就是他說是中泡塞的女兒寫的啊 他也沒有說他是哪個中泡塞 以結果來講是有可能 因為確實很多人說他很想要吃中泡塞 可是也 也不會因為這樣有人就會結婚真的想要請中泡塞吧 不會啊 所以我覺得很怪 會請的本來就會請啊 就是你那個區域的習慣 比如說你那個區域大家就是請中泡塞 那你就會請中泡塞 可是在台北市請中泡塞 那你要馬路耶 你要馬路耶 基本上你就找不到場地幹這個事情啊 還是你要跟華山英文特區 可是這種文章就跟上一次說 什麼有一家人他們的毛巾怎麼弄 怎麼弄 弄得很髒啊 怎麼髒得不得了 也是連載好幾篇 那個人家都覺得說會不會是就是 毛巾工廠嗎 幻想小說 就是類似小說的 只是我摸不著的是說 你在爆料公社寫這種文章 For what 如果是虛幻的編的 那你討的是什麼 對啊 for what 可是很多年輕人就是 只要被關注他就很爽 你知道一堆人都是這樣 就我獲得的不是物質上的 可能是精神上的 大家全世界全台灣被有騙得團團轉 像D卡十篇文章有八篇都假的 大家還不是傳得很高興 因為我覺得怎麼會有一個輔大的女生 會去講說高雄怎麼樣說 吃這個流水席打包的人是吃收水 南部人都好窮什麼的 對啊 就算匿名也不會那麼無聊 對啊我覺得很怪 我覺得基本上他會這樣講 就是他根本不想跟他老公 怎麼會有個學校所謂的網巡小組 然後網巡小組還是重要的幹部去擔任的 是區隊長中隊長跟訓導 這個就表示警察在建構自己的網軍嘛 就是這樣子啊 這個跟共產黨那種 以前他不是有那種什麼 網路部隊 對 基本上這就是以前的警總啊 對啊 不過健保署這個才十萬塊交保 是有點少 我跟你講他會十萬塊交保的意思是什麼 就表示未來可能只是說 他可能洩漏給一些比如說 什麼那種拖車業者 或什麼那種需要知道一點 或是真信業者 這種東西侵犯一下就算了 就大案小辦啦 對 就是這樣 可是十三年也是很離譜 很離譜啊 而且他賣給誰你知道嗎 賣給真信社 是啊 好恐怖 我就跟你講他打算以真信社結案 但你怎麼 你賣給真信社意思是 你可能一筆十萬五萬這樣拿呢 問題是你怎麼知道真信社 真信社搞不好賣給老公 四六一零 對啊 他覺得真信社只是個藉口 對啊 他搞不好跟一個集團犯罪勾起來 他是每個人都交保嘛 只有那個女的交保嗎 其他是請回 其他請回 其他請回啊 所以這個案子絕對辦得很小 哇 欸 阻密不是小官耶 對啊 阻密是 阻密官比較大啊 對啊 對啊 好恐怖喔 那真信社會查到警察調查官這個 有可能啊 真信社查到這些人 沒有他也需要要資料啊 黑道要去查 他有些資料他自己背著當自己的資料啊 還是那黑道想要掌握這些 警察調查官的 對啊 也有可能 他們一定做資料 好恐怖喔 那不是跟韓劇演的一樣嗎 然後碰到有事情的時候再去找他們啊 所以如果說今天我要威脅一個調查官 或者一個警察 或者移民署的官員的時候 就說嘿 你住哪裡啊 小心啊 或是移民署有些 有什麼黑資料 有一些非法移民的這些東西啊 你要幫忙處理啊 對啊 打通關啊 對啊打通關啊 這個應該不是小錢耶 那每一筆資料出去應該都是 他自己當然知道這個罪的嚴重性 他會敢這樣做表示利益很大 最近常常有十三年喔 我們昨天討論那個台北市松江路沒有鋪路啊 也是十三年 我不知道松江路這麼久沒有鋪路 我也很驚訝啊 他走起來還好耶 還好 還好啦 可能就是還好 首長一樣大 真的喔 對啊 那你下次帶我去 他們是路人都可以進去吃嗎 我帶你進去可以 流水席的定義就是路人都可以進去吃 他不是流水席 他就是有那個固定的席次啊 因為他那個 因為有人說板得跟流水席不一樣啊 板得是板得流水席 因為他們寫的是流水席 但我覺得他們可能覺得是板得 可是KerryA故意把它寫成 但是現在流水席也不多啊 真的很少啊 流水席是 會不會真的有佼佼女 那個真的覺得說 流水席感覺很不入流 這樣 你就請得起流水席的家裡面 底要夠好啊 對啦 流水席通常是 也不是每個人都請得起 流水席通常是整陶那個爐主在辦 對啊 對啊 而且你要有帝 對啊 就什麼 什麼那個什麼 就像那個廟 那個什麼 台南那個 鹽水風泡 它就有爐主 就要辦流水席 像那個基隆什麼老大公廟 那開門 它就有流水席 嗯 欸 那個導播我 tick我一下 欸 欸 各位網友拜託喔 拜託喔 很久沒有提醒了 幫我們按讚一下 就是你現在YT上面有那個按讚的大拇指 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也要記得分享喔 然後你要檢查你訂閱有沒有跑掉 如果你沒有訂閱的也看也幫我們訂閱一下 鈴鐺通通的設定都把它打開 拜託喔 拜託喔 好像這個KellyA外號叫什麼 什麼輔大成是什麼 陳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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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林志穎的老婆 哦 所以這 我覺得那個什麼若宜有一點倒楣 因為相關新聞的照片都是他 到底看到屁事 我好快在家裡照顧我老公 他怎麼突然有一篇熱議的文章裡面 陳若宜去一個尾牙看到林志穎耶 他現在很瘦嘛 好瘦喔 聽說他現在很瘦 那精神就是他體力啊各方面呢 OK 是表演嗎 他有表演嗎 當來賓 來賓 他其實已經很少在表演 哦 精神狀態什麼都都好 就變得比較瘦 他說因為受傷車禍嘛 掉了10公斤 有啊 他一開始 最開始出來的照片就是很瘦 他那受重傷耶 開玩笑 對啊 但有恢復就好了 因為他一開始那個照片大家很驚訝 網友說大陸的流水席非常的壯觀 很鋪陳 他這麼說看起來像個二十出頭的人 你看到他 他保養得很好 就是最近一次看到他還像二十出頭 差不多三兩個多禮拜幾 他跟我同年次 對啊 他那個膠原蛋白就很 就是從年輕的時候就很 他好像十六七歲就出道了 他跟那個陳柏黎一樣就是天生膠原蛋白就很多 多到一般民眾掉了一半嘛 他掉了一半他還是很多 他們就是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彈一彈了 我們是正常 掉了一半就垮了 就垮了這樣 搞不好有補啊 誰曉得 膠原蛋白其實很難補啦 膠原蛋白你吃的那些都是騙人的 我這樣講會不會被罵 就是醫生有跟我講說不會吸收到你的臉上 你先看一下你們TBS有沒有賣